《有關信徒愛慕神的話語》 今天我想和大家講一個主題 是有關信徒愛慕神的話語 在我正在繼續預備 這個有關聖經的主題裡面 我們將來繼續思想 有關於如何閱讀我們的聖經 意思是有關於《釋經》的問題之前 我想和大家思想有關於這個主題 就是信徒是愛慕神的話語 我們所思想的英文就是 詩篇119篇第97節 詩人說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 終日不注地思想 大家熟悉這個聖經的都知道 就是詩篇119篇是詩篇裡面 是最長的詩篇 我們稱呼這首的詩 為之叫做字母詩 當中是由這個按著 希伯來文22個字母 來為組織成為22個小組 而每組裏面有8節的經文 所以整篇詩一共有176節的經文 究竟這個作者是誰呢 我們不能夠確定 而大部分聖經的學者 都相信這位是大衛的 大衛是這個詩篇這位的作者 這位被稱為以色列的偉大詩人 是這個詩篇的作者 而詩寶珍他認為 這個詩篇119篇是大衛在 這個的 就是不同的年代的當中 來默想神的話語 思想到神的話語 在祂的經歷裡面 而所收集的詩篇 可能就是在年老的時候 大衛在當中來收集 所有有關於神的話語 在祂個人的經歷裡面 來當中安排 這個詩篇第119篇 而詩篇119篇裡面的主題 就是愛慕神的話語 而這個神的話在詩篇119篇裡面 除了是幾節經文之外 是沒有直接的提到 有關於神的話語這個字眼之外 就是神的話語 是多方面的被形容為是 神的律法 神的法道 神的道 神的憤慈 神的律例 神的命令 以及神的真理 所以就是各方面 用不同的字眼 讓我們知道 是有關於神的話語 而詩篇119篇 這首詩裡面的特性 是我引用 是十九世紀 是詩布珍 這位被稱為 就是港道的王子 這位神所重用的博人 在英國 在十九世紀裡面 是神所重用 這位的博人裡面 來應用 有關於這首詩裡面的特性 我將這個重要的意思 來譯出來 他説 這篇詩的每節經文 猶如眾多的海浪 但其中主題 都是與大海有關連 當中176節中 沒有一節重覆過 很多經文 都好象有相似之處 但總是有差別的陰影存在 即使在思想的顏色上看來 是相同 卻是其中 反映著是不同的意思 有些人覺得 他的內容 是缺乏多樣色 這觀察只是因為 那些人沒有仔細研究 我曾經是權衡每一個字 欣賞每一個音符 而且用時間內多默想他 我見證這首詩是神聖的歌曲中 沒有重複相同的意義 從開始發展到結束 都是一樣的迷人 他的變化就像一個萬花童 從幾個對象產生出 是無數排列的組合 在萬花童裡一看 你就被這玻璃中 一個很小的奇妙美麗的外形 和其他同樣精緻美觀的形狀 吸引著出現在你的眼前 接著繼續比喻這個詩篇 他說 為因此 這篇詩也是一樣的 看同樣的對象 但也絕不相同 這就是不變的真理 當擺在新的光影照下 放在一個新的關係上 或在不同的環境中 便看出某種不同的新鮮感 這就是《詩報真》當中 應用詩篇119篇的特殊主題 我今天想和大家來到思想 首先來到思想 就是有關於信徒 是愛慕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簡單地把 如果是世人分開成三組人 它的內容是相反規 就是在當中的思想 首先第一組是非信徒 聖經中形容他們 就明顯的對神的話語沒興趣 沒有 RAIN 在我們在座當中 我們這段 off we. 我們有非信徒當中 我們有非信徒在我們中 我們這段 off we. 希望圣 Mang 應用聖聖 聖聖聖聖 聖聖聖聖聖 是光照你 让你能够可以看到这个圣经 看到神话语当中的奇妙 让你也能够可以对神的话语感到这个兴趣 但是 我们也体会到这个事实是 是绝大多数的人 对神的话语是绝对 是没有这个兴趣 原因是相当的清楚 保罗在当中可以形容到 他们是熟血气的人 是不能够接纳这个神、圣灵的事 所以他反倒以为是如绝 而并且不能够了解 因此他们是没有经历到 神、圣灵在他们的当中 试过他们有这个眼睛来可以观看 试过他们能够有这个智慧 来到认识和明白的缘故 所以他们是不能够理解 如果假如我们再将 当中来到分开第二组的人 就是这帮人我称呼为 寡名、虚有其名、在外表上 自称为基督徒的人 正如保罗在圣经的里面 形容就是他那个年代 这帮的犹太人 保罗称呼他就是这帮人 他们的心眼是被蒙蔽 是蒙蔽了不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灵 和有亮光来到认识神的说话 他在哥林多后书三章里面形容 救药这帮子民 因着他们的犯罪 因着他们的背叛 因着在当中 犹如好像摩西里面有一个面罩一样 他说 就是每逢还读摩西书的时候 面罩还在他们心上 意思说正如摩西当日 有戴着这个面罩的缘故 以色列文不能够在当中 来观察到这个荣耀 今天这帮犹太人 犹豫就是在我们当中 今天可能许多人在家会里面聚会 许多人在当中宣称 我就是这个基督徒 他们的心底处 没有这个面罩在当中 来拿开 来我真正认识这位神 所以他们对圣经的兴趣 对神的话语指示 在表面上 在形式化的 好似这个激动式的当中 来参加这个聚会 在当中来听到 或者在个人当中来看这个圣经 唯有第三组的人 这帮人是信徒 他们是真正就是这个面罩 是拿开 能够真正是认识到 基督的荣耀的时候 这帮人就是这个得救的信徒 他们的内心是渴慕 身的话 正如是这个诗篇 119篇97节 我们的方才所引用的就是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然而信徒们 你和我经历过里面 在当中都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是长时间的 每天的恒久都做好仗 这个大位在当中来表达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你的话语 所以让我来清楚的 来解释一点 虽然我们的信徒当中 我们就是爱慕神的话语 并不是是 以同一个程度 所有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内心都是一致的 平稳的 以及热切的心来到 爱慕神的话语 然而 我们亦都是当中来到 经历到就是 在我们经历的里面 未试过 从没有在心底处 是经历改变 或者我们就是心情上面 在当中有这个的起伏 我们的内心对神的话语 是有时是不冷 是不热 有时我们自己是半岛 有时我们是停顿 甚至 然而 所有当中不平稳的经历 所有当中的起伏 不抵消信徒当中 内心里面 这个原则就是 我们是爱慕的话语 如私人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我们爱慕神 爱慕神的话语 这个原则 这个经历 是永远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当我们信徒经历到在内心里面 这个起伏和不冷不热的时候 我们就像保罗自己的经历 保罗他说 按着我里面的人 我起伏我喜欢神的律 但我看出肢体当中 另有一个律与我内心的律来交战 当我们信徒经历到我们内心里面的交战的时候 我们的起伏 我们的不冷不热 我们当中的不平稳 我们当中缺乏这个热烈的心的时候 张保罗同时一样 罗马书七章里面 他说 我真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必死的身体呢 这个就是信徒和一般在当中外表 是有这个外表的形式的信徒 里面这个分别 挂命的信徒 在当中经历挣扎 和经历种种的困难的时候 往往他们是容易的放弃 在当中来到跟随神的话语 他们会用种种的理由来到理论 在当中来到成为这个理由解释 为何他不爱神的话语 他们会用上司 用种种的环境来到 令到自己在当中 来到解说我自己所面对的困难 何等的大 所以 我不能够 在当中来到是阅读 或者是喜爱神的话语 然而真的信徒 当我们经历到生活的起伏的时候 我们耐心正欲保留 我真苦啊 在当中来到是挣扎 在当中来到向神呼求 好象一个游泳的人 在当中来经历到他将要来到水 被水来到是浸到 在当中来经历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在当中呼求他需要来到被救 一样 这就是相当极大的分别 所以诗人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这内说出一个事实 就是真的信徒 得救蒙恩的信徒 他们有这个原则和这个事实 是在他心底处就是 我的心里面是爱慕神的律法 请大家注意 第九十七节里面 诗人在当中他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何等爱慕你的话语 意思说 这内没有说就是 我当爱慕你的话语 假如基督徒 在当中来教导我们自己的心 当我们不爱慕你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说我当爱慕你的话语 这是相当好的事实 然而诗篇在这里 他的着重点就是 我当爱慕你的话语 意思是在我的事实的经历里面 这个原则是相当活跃的 就是我必然的是爱慕的话语 由于我们个人的经历 我们爱我们的妻子 我们爱我们的丈夫 我们爱我们的儿女 我们不是恒久的 没有起伏的 在当中来爱我们的儿女 和我们的丈夫妻子 然而这个原则 是永远在当中 成为我们经历里面的事实 我们的确是爱我们的妻子 爱我们的丈夫 和爱我们的儿女 这个属领的事实 亦都是咒语 就是我们的主在灯山补分里面说 就是你们是地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我们的主没有说 你们当是地上的盐 你们当是世上的光 这个说法当然是没有错的 而我们的主在这里指出 这个属灵的事实 你们的本质 你们的本性 你们内中里面 当中经历到这个属灵的事实 就是你们是地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所以今天我们当来到思想 有关于这个属灵的事实的时候 就是每一位的基督徒 当中我们内心抵触 这个原则就是 我们是爱慕神的话语的 我想跟大家来到思想 就是一些原因 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是爱慕神的话语呢 我们今天只能够思想是三点 我们下次有机会 先来到再看多其他的 这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基督徒爱慕神的话 是证实他们已经是归正 而转向这个基督 换句话说就是 为什么基督徒是爱慕神的话语呢 虽然是 并不是是完全的 并不是是没有起伏的 没有在当中来到是 跌倒 甚至在当中来到是摇动的 然而这个爱 因为是证明他们是曾经被重生 曾经是得着救恩的缘故 所以让他们能够是爱慕神的话语 圣经是相当多的话语 相当多的原则 相当多的地方来到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 唯有基督徒他们爱慕神的话语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被重生 他们已经是属于主的门徒 我简单来到我们可以思想就是当这个是第一个年代 在基督的教会 在当日五秦节里面就是圣灵重生这三千人 与这一百二十人当中来到在楼房里面的 来到祷告这一班的信徒 当他们被得救的时候 就是路加记录给我们 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 接着来到的生活就是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二节里面 很明显就是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 他们过了一个团体的生活 而这个团体的生活里面 主要一个部份就是教会的生活就是 他们是专心的来听这个使徒们 对他们的教导 好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话语 他们内心的底处里面 爱慕神的话语 是盼望能够认识到神的话语 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 好让他们能够幸在神的话语当中 他们在教会里面一个主要的活动 四方面里面形容到第一样的 是哪方面呢 他们专注于使徒们的教导 放在我们上场的诗歌 诗篇第一首 里面形容这个义人和恶人的道路 这个义人的道路就是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他的律法 如果你是一位义人的 如果你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 你必然的当中的经历就是 你就是像诗篇第一篇的里面形容到 你就是在某个程度的里面 在原则的里面 在你的经历的里面 就是你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当耶和华的律法与其他的事相比的时候 人的道路 人的意见 人的思想 世人所爱慕的世俗的思想 各人的意见 总总一切的话 我是为喜爱与其他的事物来到相比的时候 这是必然的事 接着我们再来到思想 就是不单止是第一个年代 这个教会这一把信徒 是很自然的 他们第一个在教会里面的行动 最主要教会里面的活动 就是当中听从司徒们的教导 而当保罗和这个是西拉 是被差派 被这个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 差派到外邦人传道的时候 当他们去到这个是比利亚人当中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回应呢 这一班我们是《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 记录到这一班的人在会堂里面 当他们听到司徒 听到这个西拉来到 在当中来到证明这一位的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相当自然的回应就是 他们是热心 领受这道 天天查考圣经 他们的反应是相当自然 就是说 当保罗和西拉在当中 来向他们宣告有关于 这位在耶路撒冷 这位被罗马的兵丁 这位被以色列民所遗弃的 这位是耶稣 当尼路认识到就是保罗在当中来到向他们宣告 这就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在等候尼赛亚的时候 他们是热心的来到从圣经的里面来到监睛 是否这位真正如他们所说的就是这位尼赛亚呢 他们热心的来到在当中领受神的道 而这一个经历 爱慕神的话语的经历 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同样的经历 可能不同的程度 不同的环境 不是很固定和很平稳的 然而是每一个 若果你试图当中来到是经历到重生是一位基督徒的话 你和我在我们内心的里面都可以印证这个事实 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信徒是爱慕神的律法呢 第二个原因 信徒不单止在内心的里面 是经历到重生带来的后果 就是爱慕神的话语 而且是越来越渴慕 是借着神的话语 是与基督来到是相交 这个是信徒 为什么爱慕神的话语 是相当重要的原因 因为只有借着神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可以与这位 他买宿我的 为我的缘故而舍他 舍弃他生命的 他是当中来到我面 来到我当中 在我作罪人的时候 在我眼目是蒙蔽的时候 在我自己 在我爱走我自己灭亡的道路的时候 他来到当中是拯救了我 让我能够打开我眼睛 打开我心笑 让我体悟到神的事物 让我能够认识到天国的事 让我能够真正来到是 爱慕者位的基督 这个事实 保罗在高罗多前书一章里面 他形容他说 他呼召你们好与他儿子 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共享团契 这个就是救恩里面 一个主要里面 带来的后果 和当中这个就是救恩的目的 就是你能够在黑暗里面被呼召出来 是进入光明 进入到神的儿子的角度里面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的目的 不是让你能够所有的年日 都在当中来到是 happy happy 在当中来到不断的 在当中来到是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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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你能够在当中 救恩里面被拯救过来 主要的原因 你的心是被改变过来 你在当中来到是 在当中是越来越是渴慕 是与这位的基督 他爱我的缘故 而为我写命 在当中来到是 救缩我的这位的基督 在当中来到是 与他来到商交 在启示录里面 形容这位基督 他说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人听见我声音 而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里面 我与他 他与我一起吃饭 大家认识到就是 在希伯来人的概念里面 能够接纳他进入到 我的室内 接纳他在同桌 一起来到是吃饭的缘故 意思的话 我与他能够有紧密的 相交和交通的缘故 正等于 为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 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总是喜爱与群众 与其他基督徒 与其他弟兄姊妹 来到是在家庭里面也好 在饭卓前也好 在郊外也好 一起来到在当中 来到是有这个的团契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位的基督徒 在当中来到 不单止是与这个的基督 在当中来到是有团契 也与基督所在当中来到 所得救重生的这一帮人 来到是有这个的团契 所以这个事实 亦都在旧约里面 西翻雅书里面 是相当是惊异的 就是神向我们 来到是在当中 显示神如何的 喜悦我们基督徒 是与他的相交 三章十七节里面 形容他说 他必因你 意思是因你所救赎的这帮人 他必因你是欢恩喜乐 他在爱中静默 且因你而喜乐欢呼 这位的救赎主 因着他买宿这帮人的缘故 就是说 他再不是我们的敌人 他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就是说 他因着我的缘故 而在当中来到是喜乐 而且这位的主 因着与我能够可以相交的里面 他在爱中来到是静默 是因着我的缘故 因着你的缘故 而在当中来到是欢呼 弟兄啊 姐妹啊 如果我们的主在当中来到是因着你的缘故 因着我的缘故 因着你的缘故 在救赎的里面 是与他相交的缘故 是他而欢迎的在当中来到是欢呼的话 求主啊 求主当中来光照你和我的心眼 让我们体会到我们得救 我们为什么会喜爱神的话语呢 因为是只有借着神的话语里面启示 让我们能够与基督相交 如果假如你没有这个经历的话 很难向你解释 正等于假如你从来是没吃过这个 尝试过这个蜜糖 或者是有些人未尝试过这个朱古力 或者未尝过喝咖啡的话 或者未尝过喝奶茶的话 你在当中来到 你自己是需要尝试过才知道呢 就是 为什么这个蜂蜜 是这个甘甜呢 为什么你是爱好某种这个饮品呢 如果你是没经历过在主内这个友谊 与弟兄姊妹的相交 如果你在婚姻的里面 未经历过这个神圣婚姻里面 这个团契和相交的话 在神的祝福当中 这个完美的时候 你不能够可以经历到 正如呢 就是 最近有一次我们的家人 去到这个新加坡 这个是一个教会 这个是我们的姊妹教会 有这个退休会里面 有一对夫妇是相当好的 带我和我太太 去到这个新加坡的植物公园 这个相当大的公园里面 在公园里面 就是我们不单只观赏到 普通一些的植物 和当中的设计 是相当的美丽 然而呢 我们去到植物公园里面 一个很小的部份里面 这个是兰花的公园 我们就是需要给一个很低的费用 入到兰花公园里面欣赏 由开始 至到结束的时候 我们以为呢 开始了是半个小时 我们已经是 就是觉得呢 就是惊讶这个兰花的安排 和里面这个的美丽 每一方面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安排 很明显看到呢 他们是有这个专业的人士 是懂得兰花的生长 无论在天气 无论在安排 在颜色的配搭 种种一切呢 就是我们四位人 在当中来到 和这对夫妇呢 在里面不断地欣赏 不断地在当中来到 交谈在主内面 这个的事 这个属灵的事 而呢 我们是结束的时候去到呢 原来呢 最结束的终点里面 是一个最丰盛 最灿烂的地方 我们后来呢 就是呢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呢 原来呢 我们都很肚饿 需要呢 就是找食物 我们以后再看看 我们的标呢 原来我们花了四个小时 在里面呢 这个兰花公园里面 来欣赏 这个只能够可以说出呢 就是说呢 我们在当中来 相当的欣赏 和向往这个的兰花公园 同时也是是 向往我们在主内的交通 弟兄姊妹啊 如果假如你不能够认识到 借着神的话语 在当中经历到 与基督的相交的话 你需要在当中的求主 你在当中来到是呢 真正借着神的话语 来到是认识到 这位与基督里面 这个亲密的 是与他来到相交 可能你会问 我如何与主相交呢 圣经里面相当多的地方 来到教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 与主的相交 我只是很快的来到 提出几方面 这位的交属主 他恩着我的救恩的缘故 恩着拯救他的缘故 是为我而舍命 他爱我 这个很难明白吗 没有一个信徒 是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 问题就是 你是否能够是 经常的 是与他相交的时候 经历到这个是实在 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 他说 加拉太书二章 他说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是爱我而为我 你都是舍己 当我上到基督 在十字架 这一个的舍命 他的流血 他的舍身 他为我的缘故 是在乎上一切罪 带来我应当承担的 我应当接受所有的痛苦 我应该在十字架 成为这位的神当中 这个的咒座 罪的功架 就是这个的死 然而这位的主 他是爱我的 所以当我来到 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 与主交通的时候 我并不只是思想到就是 这个的真理 同样就是主 也是爱我的弟兄 也是爱我的姊妹 或者是爱我的家人 而在我那刻里面 我与主相交的时候 我接触神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 在你的话语当中 你再一次提醒我 让我经历到这个事实 就是主啊 你是爱我的 由于是整个世界 你没有爱意 你专一的 单独的 而是爱我 为我而写明 当我思想到 主是爱我的 同时在救恩里 思想到 主啊 你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奇妙 你这个救恩是何等的 是彰显你的荣耀 和是你的智慧 没有一个人 能够开思想出来的救赎 是用这个方法 人开思想到 就是神可能 就是将这个罪的敌人 在当中来到 击退或者击败 是用武力将他来拯救 人在思想里面 可能就是让人 来到做一部分的功劳 或者是让他能够 做一部分的事 来到当中 在当中来到 他在天上最大的功架 可以让他得救 人可以思想到的 是种种不同的方式 愿意 主啊 你的智慧就是 在当中来到 是不像希腊人所思想的 是所有人哲学家 所思想到的智慧 来作拯救 也不像犹太人 在当中来到 要求说 你赐我一个神迹 让我在当中来到 他见到 这位是从神而来 然而你借着 这位卑微的 在当中 在人的眼中 是完全没有思想过的 这个十字架 来到 是作这个拯救 所以难怪普罗 是哥林多前书一章 他说 我们得以在基督 耶稣女是本父神 只有是从神而来 他使基督 成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公义 成为圣洁 救熟 如经相所记 要夸耀的 该夸耀主 哦主啊 这个人所不能够思想到的 从未进入到人心 也未曾够在眼睛 和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思想到的 就是说 你用这个十字架 当中来到 将写你自己的智慧 也成为同样 从事 在神的面前 在这位的 呼神的当中 来到成就一切 律法所要求 最大泥在我身上 我不能够成就的 得罪 这位完全的公义 也同事在当中 来到成就 神所要求 这个的圣洁 以及在当中 来到天上 这个的救恩 当中来到 买属 我的要求 所以 弟兄姊妹 当时上到 这位基督的时候 从他的话语 启示的里面 在救恩里面的智慧 让你和我在当中 来多夸耀 这位的主 夸耀 他在救恩里面的荣耀 以及他的智慧 在我们思想的时候 不单止想到 就是基督是爱我 想到 就是救恩里面的奇妙 以及智慧 同时想到 我们的主 他来到地上 不断地 在救药里面 用各样的预表 用各样 这一个的影仪 来到是让我们 只看到会到 这位的基督 在巴勒斯坦当中 来到是降生在 马曹里 降生在 这个玛利亚的同征 这个土福里面 是成为这个人 他造成这个肉身 住在我们 这个当中 所以为什么 希伯来书第二章 我里面 形容到 这位的主 这位的基督 这位的元帅 他说 原来 那位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是为要 领许多的儿子 进入 这个叫荣耀 使救他们的元帅 当然是指导基督 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 本事合宜的 欧若我们的主 没有在同征 马利亚的土福 没有进到地上 没有这个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的当中 来到风风沫满的 在当中来到 启示这位的救赎主 他若果没有在当中 来到是 成为这个道 道 对不起 道成为肉身的时候 就是说 我如何能够想象到 他能够可以 需要经历到 是受苦呢 这个是我绝对 不能够思想的 只有这位的基督 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他来到我们的当中 来到是受苦 就是他取了 这个肉身 在当中来到受苦 希伯罗书二章十节 这原是 本是 合宜的 合宜他成为我的救主 合宜在当中 成就这个救恩 哦 他的道成肉身 有人的样式 在各方面经历到 就是你和我的挣扎 所以为什么 在我困苦的时候 在我怀疑的时候 在我经历到 种种试探的时候 我能够向这位的主 来向他呼求 因为我知道 他曾经道成肉身 面对所有的试探 能够可以 看出我每一个的经历 哦 罪恶对我的试探 哦 我欲体当中 这个邪念 哦 在当中 就是我罪恶里面 所面对的 哦 无论是千百种里面 不同的试探 不同的邪念 里面 我内心里面 都能够可以想象到 主啊 你曾经 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的当中 在当中来到 经历到 是每种的试探 然而 你没有犯罪 能够成为我的救主 我们能够可以 与这位的基督 来到相交的当中 经历到 就是唯一的方法 借着神的话语 第三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